传奇大门跟这个民间最强草地精终于遇上了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我来看一下老K的大门哈 草地猎的这个最强草地精 这一波跳走了 反打了一号 这个战A还带着一个天地板啊 这一步想要虚晃感觉没必要啊 直接振就行了 导致吃了一个独乐图 但是这一波的反打一个延迟转 老K一上来的话这个大门气势很足啊 草地猎应该说是想跟这个老K打的话想了很久了 一直约不上哈终于有机会了 这一波砸一下不太好则左右哈 老K轻而易举就防住了 空防找机会 打个几率好独乐图 逆向反跳再打逆向 可惜中权没打到直接吃了篮就伤 在老K面前公然秀两个啊 逆向啊这一波乱动了 踩头蓝之山 气势很足的大门 好像很轻松哈打起来 好我们再看这局 跳选的都是很精彩的局哈 跳递带入一个三四六五C 发个阵 再一次拍倒 延迟抓被破掉 好倒地有有机会 老K的防守做得很好啊 直接空防蓝之山 二段 再减破烂 第三段哈 应该说草帝猎他打一些很一般的大门 他的经验很丰富的哈 但是他发现打这个老K大门 打不到 老K不怕你折哈 反而是跳过去打你 好晃有打对手前冲 被贴 后后再过来中拳 老K也是没有乱动哈 没有乱抢招 防得很稳 好再一次扎中 这一局 有机会 其实大门跟这个草帝打的话 应该说是 从人物角色 属性上来说哈 如果没有指令头的话 大门也很难打哈 但是由于有指令头 而且有复合指令 而且有无责任哈 这些呢是导致大门 可以跟他抗衡的一个原因啊 踩到头就复合指令哈 就抓你 像这种招式 是无解的 假装延迟抓 后跳低 然后站 诶再摸一手 在清拳清脚 再摸 依旧老K是 占 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动啊 没有让老K打的就是 惊慌失措啊 好 有空当直接AB 抓到之后站阵啊 363C的对空 完全被拿捏了 不给你机会 再杠到在地啊 再来压制你啊 大门如果把这个草居压在角落的话 他的手长脚也长你基本上出不来啊 空房哎呦差点 这一步有气的话空房肯定拦着山了哈 开 好倒地 装得不错 好打倒 空房无奈啊 你要压他啊 要小心他的空房啊 哎呦这一步偷的不错哈 老K这把呢是下A想要打一个延迟抓 但是他出现了一个重拳的失误啊 然后这个小控汤 草居厉居然还能够抢到这个重拳之间一套打员哈 功力也是非常的深厚啊 彩头好彩头在 带一个36C的抓 发个阵 哎呦 前个贴身就被空房哈 空房之后就抓你或者拦着山脸就很无奈吧 连续好几场都不好打哈 然后看这局已经来到了8比1 开局就AB过去哈 想躲对手的这个毒咬哈 荒咬好 相杀 开 不以恰断的客栽 哎 逆向 卓乐陀 再打一下 有晕点 有没有 要打中拳哈 哎 继续 马上得跑啊 不然手势太快要吃蓝之山 好 直接点到 射前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老gay可以打出这么大的比分优势哈 我以为可能最多就是10比6已经是差不多了 就算可以打出了8比 一直在狂攻 哎呀又是吃空房 感觉大门一招先这个 草剔就无法玩了呀 老是被空房打 好 好 再次放倒 嗯 起身好像是有蓝之山的动作哈 他出了一个跟反 然后被跳开了 然后被打晕了 不容易啊 拿了一分啊 第二分了 好 接下来是一个最终局 投上佛 哎 三四六三西一个 厉害哈 再一次投上佛 哎呀 老gay这个跑位感觉就很神奇哈 很厉害 连续的杂就不怕你防住之后呢也是用这个 出云头啊 他的村头也就用的相当的好啊 这种10比3拿下呀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